臺灣 挺臺灣 遷起民主大聯盟成員的首 民進黨公布第二波艱困選區立委徵召名單 鎖定黨內年輕時代 我讓國會有多一席進步的聲音 少一席保守的阻礙 從政治幕僚轉換跑道接受民意洗禮 前黨副秘書長林飛凡 教諸中山北松山立委 挑戰國民黨現任立委王鴻威 可以給年輕人開一堂課 就是如何第一次工作就可以領9萬 更讓大家感受到相對副作感的恐怕是 他在去年剛當選議員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就宣布參選立委 全局補助款就領了258萬 經過黨中央歷練 榜上有名的還有北市議員王敏生 出戰文山南中鎮 對決來迎六連霸老將賴世保 我在文山區這麼多年 我認為我的戰力經得去考驗 萬眾矚目的中正萬華 當中央徵召現任議員吳佩毅 和無黨參選的于美仁 一較高下 過去這些高壓的訓練 給予我的是踏實的經驗 也讓我有信心 在未來的選戰當中 我能夠踏實的來面對所有的考驗 童天被提名的還包括 苗栗縣第一選區康世民 高雄男子左營李博弈 桃園第五選區劉人照 他們好像是職棒的小聯盟開始打擊 今年是第一次踏上大聯盟 布局監獻選區 有了第一波徵召紛爭 賴清德這次先從自家找人才 就判不滿雜音 煙消雲散 進去的黃新鵬 有之後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